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比特币阿丽的频道那咱们今天视频的主要来聊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的第一点的就是这个比特币今天的这个下跌不是今天的这三天的这个下跌它到底根本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有的人说是这个呃什么中东打仗啊伊朗打这个以色列有人说这个a股开始吸金了那呃到底是不是真的那我会在视频当中的说出来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呢第二点呢就是咱们把这个比特币未来的走势啊来短期之内啊 啊两到三周之内一个短期的走势呢做一个展望那同时也是分析一下这个比特币啊那这两天的一个走势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好那在视频开始之前做一个免责声明的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很了解的话请千万不要轻易的投资那如果说你想快速的学会加密货币并且从中开始赚钱的话你可以考虑加入一个的这个会员群的会员群的加入链接呢在youtube视频下方的描述区 那b站的小伙伴们可以通过私信的方式来加入会员群啊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正题的部分呢第一点呢就是那比特币的最近的这几天的这个跌幅啊那我们看到了啊那最近有三天的跌幅 从66000点一路跌到了60100多那这个跌幅呢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这是咱们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啊那很多人小伙伴都说这个比这个最近的a股啊开始暴涨了那从这个两两千多点直接涨到了三千多点那这个暴涨呢是有一定的吸血的一个作用那很多的小伙伴们就把这个u呢转换成人民币 然后呢去出金到了a股的这个证券的交易市场去炒作a股或者是这个港股去了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啊我也是很赞同啊因为确确实实啊我也认识一部分人开始呢把u转换成人民币去炒作a股去了 那这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啊这个资金量不是很大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毕竟呢它不是这个机构的一个行为它是散户的一个行为啊那加起来呢这个资金的也不会特别多啊那可能会上亿人民币啊或者是这个几千万美元或者会甚至超过一亿美金会又能怎么样呢那这个资金量呢总归是在整个市场来讲还是比较小的啊那所以说我认为啊这个a股吸血的这个效应呢那它是从 存在但是呢不是主导比特币啊这三天下跌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很多朋友就说这个是今天啊那今天伊朗喊话是要说这个要去炸这个以色列啊所以说今天早上啊这个美股啊这个比特币啊其他这种金融产品都开始暴跌这一点呢哎我认同啊就是这种局部的黑天鹅的这种战争协确确确实是会让这个金融产品开始暴跌让比特币开始暴跌但是你如何 如何去解释啊昨天的这种啊前天的这个暴跌呢这一次是3.49%2000多点怎么去解释这一次的暴跌呢所以说这个这个还是站不住脚啊那你要是说啊这个伊朗呃期前好几天就喊了那那那我不知道啊那毕竟这个美股呢也是今天开始跌那我们看一下美股的这个特斯拉吧那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在今天也是抄底了特斯拉那特斯拉这三天的有两天都是收阳线的那 那这一天呢是跌了但是也是跌了百分之一点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15分钟线的话你会看到很清楚啊那他是开盘跌然后呢慢慢的再回去啊这也是为什么我去选择抄底这个美股啊我今天抄底了这个特斯拉以及这个维特略呃还有这个比特币啊等一下咱们会讲到所以我们再一次回到这个比特币目前的这个行情啊那呃刚刚咱们也讲了那伊朗啊攻击以色列 去炮轰这个以色列他到底是不是一个主因呢那我认为呢他并不是的啊那等一下咱们还会再回到这个战争上面来看那我认为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要看这张图啊那这张图是什么呢是永续合约的交易量比上现货这种成交量的一个比率啊大家看到这个绿色的这个线啊绿色的线就是这个数值 那目前啊今天啊今天当下的这个数值呢是8.72也就是说呢这个期货的交易量呢比上现货的交易量呢是8.8.7倍啊8.7倍也就是这个现货的成交量呢非常的非常的小啊那么期货的交易量是很大那么看一下呃先看一下过去的一个交易日嘛是那永续合约的交易量是267亿美元然后呢现货是27亿美元呢是接近啊10是9.82 那这我们当下的这个交易日呢是8点8.72吧那因为这个交易日刚刚开始没几个小时那我们以上一个交易日来看的话那么将近10倍的成交量说明什么呢说明呃当下目前整个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市场呢是以期货为主导的一个市场那这个结论呢我觉得呃亲咱们视频的朋友应该会赞同这个观点吧那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数值呢一直是很高的一个比例 呃那么如果说目当下的这个市场呢是期货以期货为主导的这个市场的话那么就回到了咱们每天在比特币日报上也就是这个我的另外一个频道上面跟大家每天去分享的这个清算热图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三天的这个图的话那我们看到这三天都在跌对吧那现在这个流动性已经没有了已经被清理掉了那么我们看到隐隐约的还能看到一些东西对吧 那每一次下跌都是伴随着这种集中的这种流动性的地方对不对 那每一次都是那这三天下来啊那一波两波三波四波五波六波七波这七波的下探那么清算了多少的这种做多的力量做多的这种流动性啊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不是很了解的话那我们还可以看另外一个指标那就是清算地图那清算地图的话也是在这个网站啊coinglass上面你可以看到这都全部都是免费的那我们看到七天的这种清算地图的话那目前啊 目前因为它往下下跌了对吧目前下跌的话那么吸引了众多的空单在上面做了这个流动性那如果说我们现在把它当成在这个正中间的话那么往上和往下的这种这种趋势的这种这个空间的都是一致的话那么如果说涨到啊如果说涨到68,900那将要清算掉77.86亿美元的空单那与此同时那如果说我们说这个比特币要跌到 53,857的话只有17啊15亿15.24亿美元的这个多单的流动性那我们也看得出来啊那这种累计多单呢是比较小的那这个一个是15一个是77那这是这个呃五倍啊五五倍的这个这个力量啊五倍的这种这个这个空间啊那如果说你是主力资金的话那你选择往哪边走呢那当然了这是这个七天的那如果说我们当时看 这个30天的话啊这已经改变了啊那如果说你对这个感激进去的话可以去看我每天的这个比特币的日报啊在这个东八区啊每天晚上的10点钟啊美国西部时间每天早上的7点钟啊那这个视频呢还是值得去看一下因为我每天都会分析这种情况而且呢最近的是个是期货主导的市场所以说我们去分析这个图的话就会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就能够大概的 我不说百分百能够判断的出来但是呢大概呢是八九不离十的啊好呢咱们还有一个东西呢需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就是这个资金的净流入和流出啊那我们看到目前比特币这一天的这个过去的一天呢是净流出了20.4亿美元的这个资金啊 但是呢我我认为这个可能啊可能有重复计算的部分啊但是呢这个呢也能反映出来一定的这种资金的流出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如果说你看这个呃短时间内的走势的话你看最近两个小时呢他是流出了1.17亿美元的这个资金那有可能这个比特币又进一步呢开始往下下行了啊那跌了一点点啊那所以说呃我的观点呢就是目前呢他是这个以期货为主导的一个市场所以说我们多去观察 多去看这种这个清算的热图和爆仓的这种地图的话那么会对你的交易呢有一定的帮助啊那另外呢也就是这个看一下这个资金的净流入流出那你能够呃大概判断出来这个短时间之内这个阻力阻力资金呢到底要干什么啊好那咱们开头的时候也讲到了这个A股的这个吸金啊那等一下咱们还会再回到这个A股吸金的这个情况那首先呢呃咱们先来分析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一个走势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不知道 不知道多少朋友还记得在66000点的时候有无数的这个kyo大V也好或者是各个平台的呃博主呢都站出来说牛回了啊那么他们在66000的时候呢普遍的观点呢就是年底10万啊那我当时也是发了推特啊那这个66000到10万还是有一定的空间的那这个呃而且呢我们看前方在这个7万的上方呢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被套进去了对吧 那7万3啊被套进去7万1又被套进去然后每一次这个低点都都在下降 那如果说迅速到了10万的话那么这边的人呢就会解套会跑掉 那么这个市场里面呢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市场呢是以期货为主导的这个市场那现货的这种呃买家呢并不希望这种套牢的力量呢就是在他们拉盘的时候套牢的这种资金去跑掉对吧那你如果是说是主力资金的话你也不愿意看到你辛辛苦苦用真金白银去拉的盘 然后呢这帮人呢直接呢给你砸掉了呃然后呢把你这个资金的链呢有可能都给断掉了所以说这个也是不持续的一种现象啊那么呃你可以去观察一下那么在66000的时候那到底你关注的这些博主有有谁在喊这个年底10万啊那大牛市要来了你要去这个去重点去把它当做反反向指标来看一下了啊好呢这个今天的这个行情呢其实啊走到现在呢其实已经很明朗了那这个我 我今天的判断啊我们把它放到这个30分钟图来判断一下那我今天呢其实啊抄底了两三次啊抄底了两三次那在这个地方抄底一次那在这个地方抄底了一次那后来呢这个继续往下下跌那么呃其实我在抄底我现在来看抄底还算可以的但是呢呃走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比较推这个沮丧的因为我抄抄底两次然后都被埋了那其实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有这个稍稍稀的一点的盈利啊那么 我当时判断的一个标准是什么呢呃那么也就是刚刚咱们也讲到了这个是这个伊朗去打这个以色列对吧如果说他真的是要打的话那么他会不会呃公开的去讲出来如果说他不想打他只是想这个来这个吓唬你一下的话他是不是要把这个东西喊出来所以说整个金融市场啊那么美股的反应呢是比较快的我们以这个维策列来看一下吧维策列也是同样也是30分钟的图啊 那么一路下跌跌到这个支撑位之后那么市场开始理性分析起来了因为这个伊朗的这个炮轰以色列他是一个一个吓唬的这个作用大于真实的去打击的这个作用 所以说市场的反应呢就是哎呃那我们就不用太过于担心这个呢仅仅的是吓唬一下那么市场呢就迅速有一个反弹 那今天的这个特斯拉也是特斯拉更表现的更明显一点啊那特拉斯拉是跌到这个248之后那迅速进行一个反弹 那说明这个美股的交易员呢是普遍的这个理性呢是大于这个加密货币的这个这个交易员 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在呃反应的是比较迟钝一点 那其实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啊很多美股都开始去反弹了那比特币又砸了一波啊 那这也是从这个方面也是看得出来他这个地方呢他其实又是这个期货啊主导的期货去要去砸穿一下 然后收割一下这个地方的流动性啊 那么我们刚刚也讲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怎么去看这个盘呢 那目前的这个走势呢我觉得有有清晰明朗的一步了 那么我们看这个四个呃一一天的这个微格斯通道的话 那么比特币在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撑 那如果说后市继续往上上涨的话 那么很有可能呢很有可能的就又再去测试这个六万六啊 甚至呢去测试一下这个七万的这个关口啊 那如果说测试失败了的话还会继续往下去寻找一个支撑 那到时候微格斯通道有可能会走到这个地方了 也就是六万二而六万两千多的一个支撑位 然后呢再去寻找这个机会 但是呢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要看这个未来的两到三周 甚至一个月的一个走势的话 那么我们要关注的几个地方啊就在这儿 那这个地方呢 哎 这个高点呢大于了这个高点对吧 然后这个高点呢又大于了这个高点 那三个高点啊往上上台 那么低点呢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同样也看一下这个低点啊 低点的话那也是在抬高 对吧 那这个这个低点的是五万啊四万九 然后这个低点往上抬高了 那这一次下探低点往上抬高了 那如果说我们确定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低点的话 那么未来的一个走势呢吧 还是啊还是看这个反弹为主啊 那么这个如果说是反弹的话呢 呃你不要去盲目的去听信一些博主的一些观点 说这什么大牛市来了 目前不存在呃真正的大牛市啊 那目前还是以反弹为主 那反弹到一定程度之后 如果说不能够有效突破的话 如果说这个高点不能够突破这边的高点的话啊 那么也画一下这个高点 那下下接下来的这个高点 如果说不能够有效突破七万点的话 那么还是宣告反弹结束 继续往下去寻找一个支撑 那么在节目结束之前呢 咱们还是要回顾一下这个刚刚讲的这个A股啊 A股的一个事情啊 那么很多朋友说这个呃 设想A股现在涨 那是不是要把这个钱转到A股里面 然后去赚一波利润再回到比特币的 那这是他设想的A股的涨幅呢 是大于比特币 那么会不会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A股涨比特币涨的更多 那么你在A股里面赚的钱 不如在比特币里面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的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视频 所有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by bwd6 詞曲 曲 李宗盛